哇 满满的荷叶的香味 我看一下 哇 好香啊 还冒着热气 大哥 你们这一天要做多少吃啊 这样啊 我现在是平均大概是100多吃 100多吃啊 你要是 节假日更多一点 大概就三四百吃之间 你像8月15销量最高 8月15 这边他们走亲戚用三天 你要13 14 15这三天 平均一天是800来吃 需要提前烤了 提前烤啊 对 哇 一天800多吃 那一天是20小时不停的烤了就 对 就是24小时不停 看着一个一个跟恐龙蛋一样啊 超漂亮 这是带的什么 土啊 这就是做这个浇花机用的泥啊 对对 现在这个季节 啊 下雨太多 全部受潮了 和泥是吧 对这点水 好 开始搅拌啊 它是电动的了 现在改成啊 以前最初是 听老板讲最初是用手 活的 活泥 吹去啊 也就是说这个原来用来 是用来活面的一个机器啊 让大哥用来 祸泥了啊 祸悉泥啊 机器打完之后 还要用手再活一下啊 这个早上是把这个 没化开的焦泥坎给抓出来 焦泥啊 这个会影响胡泥的质量 焦泥我知道 小时候经常玩 啊 像这个因为最近的土有点草 一些焦泥块化不开 正常情况不用再抓了 那你这一天平均还用不少这个泥呢 泥巴大概在用两三百斤 两三百斤干肚啊 哇 厉害 这大哥真厉害 这个真的 玩泥巴 玩出了这个 致富裸啊 叫花鸡 每个要裹两层泥啊 我看还是啊 对两层 啊 为了受热均匀 再加保质 保质 嗯 对对就一点空气都进不去了那种 是啊 对吧 这个稍微凉一下这个吐气口 全部都被封去了 对 但这个汤汁特别浓郁 这个烤熟之后 正常放 应该放几天应该 也没问题啊 半个月都没事这天去 哦 放半个月都没问题 那厉害了 这个发货往外发货呀 或者怎样应该都可以了啊 带泥巴发货了 带泥巴 不会坏 是 你想 三复天放上一星期还没事 哦 是 这东西不错 正常他们买的话是不是烤 连泥直接就带走 回去之后自己 敲开时刻啊 多数是带泥巴走 带泥巴走 带着泥保温还保质 你们我看每个都有拖盘 这是烤的时候要放拖盘是吧 这个放拖盘是 是为了看 他那个沾大拖盘 沾大拖盘 取的时候好取 对对对 漂亮 看着一个一个跟恐龙蛋一样啊 超漂亮 要先调好温度是吧 那这个都高温达到300多多 300多多啊 然后再放是吧往里面 往里面放 四个啊 全部弄好 可以要去烤了是吧 好嘞 我们看一下啊 哦 直接直接整盘就烤了啊 对 整盘烤 看这已经是设置好的温度 哇 这开始升温啊 这会是200多度 最高温 我听他讲应该是要300多度的 又来一盘 这简直就是恐龙蛋了 看着 超级大 3 hours later 又可以出锅了 我们在这整整等了三个半小时啊 从出 从入锅到现在啊 整整三个半小时烤了 你说这鸡它能不香吗 248度啊 这个底下这个温度会更高啊 这个是将近300度 刚才还是300多度啊 现在啊 又跳到300度了 我们马上出锅 他已经发提醒了 时间应该到了 出炉一货 漂亮 出炉的 来 我们来上一只 刚出炉的 哦 还塌 对 对 好 好 这 咱们 咱们 这 这 比 像 这 有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